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BOSS 撒谈 经济有料劳家长 今天我们聊点硬核地聊聊中国经济的大象之物 产能过剩 这可不只是个经济学术语 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钱包 每一份工作 甚至你的饭碗 别急 听BOSS 我慢慢到来 先来看看最新数据 2023年 中国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4.7% 比2022年下降了3.8个百分点 这数据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这意味着大量的工厂设备和劳动力都闲置着 它们就像大象一样庞大笨重 却迈不动步 大象之舞的几个 舞蹈动作 你可能已经感受到了 一 采大价格 由于工大于求 产品价格不断下降 企业利润空间被挤压 甚至出现亏损 你是否发现最近很多商品都降价了 这背后就是产能过剩在捣鬼 二 跌跌撞撞的投资 为了扩大产能 企业疯狂投资 但最终却发现市场需求不足 导致投资效率低下 资金链紧张 这就像大象在迷宫里乱撞越走越远 却找不到出路 三 笨重的企业 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无力进行技术升级和产品创新 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 最终被淘汰 这就像大象被困泥潭 越挣扎越深陷 四 压力山大的工人 由于企业经营困难 裁严减薪甚至倒闭的情况时有发生 给工人带来巨大的就业压力 这就像大象踩到脚边的蚂蚁 无意中却制造了巨大的伤害 为什么说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让我们一一探究其中的深层原因 一 大跃进的余威 过去几年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投资 为了追求快速发展 忽视了市场需求和供需平衡 这就像大跃进时期一味追求产量 最终导致了粮食浪费 现在产能过剩就像当年粮食过剩一样 都是大跃进思想的产物 尽管大跃进已经过去60多年 但其片面追求速度规模忽视质量效益的做法 在当下的产业投资中依然存在 政府和企业为了展现政绩和营收数字 不顾实际市场需求盲目扩张产能 导致资源极度浪费 这种重数字轻时效的思维定势 正是产能过剩的深层祸根 只有摆脱这种就有思维模式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才有望得到根本改善 二 泡沫的真相 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源于泡沫投资 例如房地产基建投资等等 当泡沫破裂 这些行业的产能就会像多余的砖头一样堆积如山 无处可去 过去十多年 中国房地产行业曾经历了疯狂的投资热潮 从2008年到2021年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计达117万亿元人民币 年均增长11% 与此同时 房地产相关的钢铁水泥 玻璃等材料产业也不断扩张产能 以满足这一虚火 然而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大反转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 购房者观望情绪浓厚 存量房源难以消化 在这种情况下 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加严重 2022年粗钢和水泥产能利用率 仅为67%和61% 这种结构性失衡状况 不利于产业的有序健康发展 必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化解泡沫风险 优化存量资源配置 三 一带一路的阴影 中国政府积极推广 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走出去 但一些项目缺乏市场调查和科学规划 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蔓延到海外 这就像大象 踏入未知领域 却发现自己已经深陷困境 根据有关数据 截至2022年底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投资项目超过3300个 设计基础设施 能源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然而部分项目前期调研不足 忽视了当地市场需求 政治风险等因素 导致投资无法产生预期收益 形成扎坠式过剩产能 例如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曾建设了数个大型钢铁厂和水泥厂 产能严重超过当地需求 比路之省是中国在老挝最大的投资基地 却建有过多的水泥、电力和小农批发市场等项目 这种粗放式的圈地运动 不仅造成资源浪费 也加剧了当地的环境压力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中国企业应当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需求 防范过度扩张产能 与东道国实现互利共赢 四、过度依赖的风险 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一旦全球经济出现低迷 出口需求下降 产能过剩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这就像大象过度依赖树叶 这种食物一旦气候变化 树叶变少 大象就面临着饥饿的威胁 从供给侧看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 主要来自于巨额固定资产投资 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达到58万亿元 占GDP比重高达42% 这种粗放式投资方式不可避免的带来大量新增产能 加剧了产能过剩风险 从需求测来看 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市场 2022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达到3.95万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 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或全球经济低迷外需将大幅下滑 已有的产能将面临严重闲置 因此中国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层面着手 进行结构调整 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 培育内循环发展动能 促进供需合理匹配 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矛盾 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 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 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 其深层冲击不容忽视 一 失业潮肆虐 产能过剩会导致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社会失业率上升 社会矛盾加剧 据测算 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率约为25% 如果将其消化 可能会使1800万人失去工作 大规模的失业潮 不仅会给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负担 也可能引发菌体性事件危及社会稳定 此外 失业还会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下降 按揭无法偿还等一系列衍生问题 对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都将产生连锁反应 因此 针对性地制定产业转型升级政策 加强技能培训完善社会保障等 是应对失业潮的关键之举 二 价格战商企 为抢占市场份额 企业之间会进行恶性价格战 导致利润下降 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产能过剩导致同质化竞争 白热化产品同质化严重 很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压低价格来赢得订单 这种恶性价格战不仅会大幅降低企业盈利能力 还可能引发行业洗牌 加剧同行业内企业的恶性竞争 以钢铁行业为例 近年来国内粗钢产能持续扩张 中小钢厂为了生存 普遍采取低价竞争策略 2022年国内多数钢材价格均低于成本线 钢铁行业利润率不足5% 很多中小钢企濒临破产 因此政府和企业都需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优化产业组织结构 提高产业其中度 杜绝无序恶性竞争 维护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三 资源浪费加剧 闲置的工厂设备和资源都是巨大的浪费 不仅造成经济损失 对环境也造成严重污染 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据测算中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 四大行业闲置产能折合浪费投资约8万亿元 大量闲置设备和资产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 耗费维护经费 更为严重的是给环境带来沉重负担 以钢铁行义为例 仅2022年一年中国粗钢产能过剩部分排发 二氧化碳就达1.2亿吨以上 是德国 法国和英国三国年排放总量的总和 这些额外的碳排放无疑加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 因此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经济命题 更是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 需要整体系统的顶层设计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能耗双控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通胀风险加大 大量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商品价格下跌 但从长远来看却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造成社会经济混乱 产能过剩通常会导致产品价格下跌 但如果产能过剩持续存在 会促使企业减产或停产 造成供给收缩 从而推高商品价格 引发通胀上行压力 此外 为化解产能过剩可能需要大量关停落后产能 这将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 一旦发生大规模失业居民收入和消费将急剧下降 社会总需求骤降 从而可能引发通货紧缩 如果通缩出现将形成价格和工资的恶性循环下行 企业经营雪上加霜 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 为防范这种风险 政府有必要审慎把控产能调控的节奏和力度 在推进去产能的同时 密切关注通胀走势 及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 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